最新的数据显示 受新冠疫情影响 目前在美国有超过25万名儿童 失去了父亲或母亲等法定监护人 成为了新冠孤儿 据美国媒体报道 由于美国政府的管理缺位 这些新冠孤儿遭遇悲惨 处境艰难 美国媒体报道称 新冠孤儿可能面临饥饿甚至失去居所 他们可能不得不被陌生的亲属收养 或被送往福利院 同时 新冠孤儿因病死亡 自杀 滥用毒品和暴力犯罪的风险 远高于其他儿童 尽管已有众多家庭和孩子 陷入这一悲惨境地 美国政府却没有采取任何举措 来帮助他们 甚至未确认他们的孤儿身份 年纪20岁的胡安·马丁内斯 现在要抚养四个年幼的弟弟妹妹 2020年 她年仅43岁的母亲 死于新冠肺炎 新泽西州的拉米雷斯一家 跟马丁内斯家的情况类似 在父亲因新冠肺炎去世后 成为新冠孤儿的兄弟姐妹四人 不得不去投靠他们的大姐 然而 新冠肺炎不仅夺去了 他们父亲的生命 甚至连像样的葬礼都无法完成 在回忆起父亲葬礼的惨状时 19岁的比亚特利斯·拉米雷斯 仍旧难掩伤痛 除去失去亲人的伤痛 和为生存而挣扎的艰辛 新冠孤儿的命运更是乏人问津 有相关专家认为 新冠孤儿需要得到及时帮助 如果错过窗口期 一些原本可减缓的伤害 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影响 但目前美国并没有把这个 看作是紧迫的问题 没有法律或行政命令 专门为这些新冠孤儿提供资源 pesos 表忌 声